欢迎回到这一话五千秒 接着呢我们就要看今天的Top8的话题 就是娱乐话题 哎呀杨承琳怎么了呢 他登上了中国的歌唱节目 歌手2024 但是啊一下被说走音 一下说忘词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还有人很关注就是他的酬劳 说他的价格其实并不是最高 而是一个创作型的男歌手 叫做汪苏龙 据说他出场费比纳英还高 好吧那既然 杨承琳是我们台湾的歌手吗 就要来关心一下 盛美姐怎么好像 他现在感觉有一点点不是很讨好 怎么唱歌都不对耶 而且为什么杨承琳会变成了 车祸现场呢 来告诉大家 请看那个梗图 我觉得好有创意 杨承琳为什么变成了一个球鞋 网友真的是创意无限大 怎么回事 但是更悲惨的是呢 杨承琳是这样 就是他除了在这个2024 歌手2024上面 这个唱走音之外呢 他最近就被很多大陆的粉丝认为 就是说 你如果是唱别人的歌走音 那我们还可以提亮你 可能你不熟悉那个歌 比方说他上一次比赛的时候 他选的是JJ的歌 本来你就不熟悉JJ的音域 对不对 是的 那还OK 可是这一次呢 这个梗图是在于 他唱他自己的歌耶 拜托杨承琳带我走 是他自己的歌 麦博哦 两个字最近在网路上很夯哦 是啊 是不是 然后你怎么会那个 飙高音的时候 飙到那个下巴快要掉下来 你不要骂我 真的是你太激动了 然后音又走掉了 因为走掉之后 很多的粉丝都说 天哪 你在飙高音的样子 很像那个球鞋 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杨承琳 这也是微博上都会说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杨承琳 整个他们也很好奇说 为什么台湾好像也蛮多人 不太喜欢他 是 很多人说因为他自称小阿妹哦 对啊 但是话说回来 因为刚刚玉玲有讲了说 他的这个酬劳 先讲一下了 是715万台币 不是最高的 算是低的了 低但是也淘汰了 但我们必须说 这个妹妹有点可爱 可爱在于 你专心唱歌就好 虽然你现在唱歌也不行 但你真的别讲话 因为他几次的诗言 都让大家觉得有点惊讶 我先讲远古之前的诗言 他早期因为跟吴宗宪 主持了一个我猜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是台湾的综艺节目 那个是很久了 但是因为这个节目很红 然后很多中国的粉丝也很喜欢 可是大家都知道 献哥最喜欢考验 我们的知识题 说你知不知道 抗日战争 对日战争是几年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然后吴宗宪就说八年 这么简单的题目 偏偏扬承琳回了一句说 什么 啊 才八年而已啊 哇 早期誓言 一年都不行 八年讲这个战争 然后这个事情 其实一直被大家言上 言上不断的 觉得你根本就是说错话 但是那时候你还可以说 他可能年纪比较小了 就是比较没有 在闯荡演艺圈的经历 可是他最近 就最近这几次 就被大家认为 哇 真的有一点点 而且他事后的解释 我也觉得蛮瞎的 因为他是在 河南郑州这个演唱会 大家知道这个 歌手演唱中间 都会有一个talk show 他会跟粉丝在那边聊天 然后讲着讲着讲着 我觉得他是有点 塞呐的意思 你们不可以这样子 河南人都喜欢骗人 你也搞清楚 你站在哪里 你站在的地方 就是河南郑州 你底下都河南人 所以他事后 他也知道他是失言 他躲了一两天之后 他有回应说 很抱歉很抱歉 我只是开玩笑 河南的媒体 立刻回他一句说 一点都不好笑 那所以是不是 他个性本来就是 比较不太会说话 人家有努力要说话 他上一个实境秀 他都告诉大家说 我在台北出生 可是其实我是广东人 我小时候经济不太好 家庭的没有那么有钱 所以我都吃不起海鲜 我们在台北都吃不起 这个就又被台湾的 民众不开心 我如果没有记错 台湾是不是四面环海 的确是 我们吃海鲜应该是还OK吧 所以你就不要解释了 所以难怪 越解释越模糊